寻找就寻见,口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三木耳机下 今天呢,我们把三木耳机下第三章读完 第三章28节到39节 其实我本来是打算昨天读的 那个都做好了 但是昨天身体不太好 今天其实也不太好 看精神面貌能看出来 然后嗓子也哑了 但是我还是把它读完吧 看明天的情况 如果明天身体还不太好 可能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我前面三章上部分读完了 所以这个下半部分不想拖太久 大卫听见了 就说刘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的血 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 愿留他血的罪归到约丫头上和他父的全家 又愿约丫家不断有患漏症的 长大麻疯的 驾拐而行的 被刀杀死的 缺乏饮食的 约丫和他兄弟亚比塞杀了亚尼尔 是因亚尼尔在鸡变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 大卫吩咐约丫和跟随他的众人说 你们当撕裂衣服 妖术麻布在亚尼尔关前哀哭 大卫王也跟在关后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呢 就是当大卫听到了这个 亚尼尔被约丫杀死这个消息之后 他首先说 就是说 留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 那这是就不可杀人嘛 是吧 那你杀了他 说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 愿留他血的罪归到约丫头上和他父的全家 然后呢就对这个约丫家进行了这个咒诅 这个咒诅呢 我们就不一一的读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这个咒诅的是 不仅咒诅了这个约丫 而是呢 咒诅了这个约丫的家 就是这个全家 那么要特别注意啊 为什么说那个留人血的罪啊 这个大卫说 不要归我和我的国呢 就是因为这个亚尼尔 这不是来跟大卫这个送这个这个迷甲是吧 同时两个人缔约嘛 然后大卫让送亚尼尔回去 然后结果亚尼尔在回去的路上啊 然后被杀了死了 那这个如果呢 那这个如果呢就是大卫不把这个自己宅出来的话 那么就会在以色列人那边 那就会认为啊 这个是亚尼尔是被大卫杀死的 那而大卫呢 他不想就是让以色列人认为这是他杀的 是吧 那么他要表明我没有啊 这个 这个 杀亚尼尔的这个心意 也没有呢 这个行为啊 这个都是约丫做的 那有人说了 说那个 不能杀人 那么 他不是打仗也不是也要杀人吗 那个是不同的呀 是吧 那如果 如果约丫是在战场上杀了亚尼尔 那就是另一回事 对不对 你就像亚尼尔 他是在战场上杀了这个亚撒黑 对吧 但是呢 这个约丫他杀亚尼尔呢 的确呢 就是这种这种杀亚尼尔的这种方式呢 是不正当的啊 就是 他是属于谋杀 你想啊 谋杀暗杀啊 这些的都是属于不正当的呀 嗯 这个在 在我们前面啊 这个出埃及记啊 利未记啊 生命记里面啊 这个神的这个律法里面都有写的啊 嗯 更何况呢 他们都属于以色列呀 是吧 亚尼尔是变亚敏之派的 嗯 这个约丫 大魏他们是这个尤大之派的 是吧 你本身你们在战场上 相争就 就不对的 是吧 更何况呢 在战场之外进行谋杀呢 啊 就是说约丫杀掉亚尼尔 这肯定是不对的 是吧 但是 亚尼尔 啊 为什么会死 是吧 那就是说约丫 蓄意要杀掉亚尼尔 那为什么能够杀成功 是吧 啊 那也就是 亚尼尔 在这种方面的报应 他是会报应在他的身上的 所以说说 很多事情啊 嗯 很多事情 如果没有神的允许 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嗯 那么很多事情发生 那么发生 是不是说 神受益的呢 那大家想啊 就是神允许和神受益 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 啊 就是说 所谓的神允许 就是说约丫有这个心要杀 这个亚尼尔 神允许约丫 做出这样的选择 就是又回到我们前面说的 那个人的自由意志 是吧 啊 那就是说 你约丫 你蓄意要杀掉亚尼尔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手段 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神不会说 我不允许你有这样的选择 我不允许你有这样的选择 神不会这样啊 就是所有的事情 神都是允许的 但是呢 约丫去杀亚尼尔 是不是神受益的 是不是神给约丫指示了 约丫 我指示你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去杀掉亚尼尔 除掉他 没有啊 神并没有给约丫这样的指示 同样 约丫尼尔领兵 到这个鸡变那边征战的时候 对这个 对约丫说 我们让少年人来这个 戏耍一下吧 你看那个 也是神的允许 为什么是神的允许 因为那是亚尼尔 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 你任何人你做出 我说我就要蓄意要作恶 我就蓄意要屠杀兄弟 是吧 我就蓄意要和魔鬼结盟 那你去做吧 神是允许的 是吧 那么但是 这是不是神让你做的 神允许做 就等于神让你做吗 是吧 就等于神鼓励你去做吗 就等于神赞赏你去做吗 你这样做 你那样做 你不这样做 你不那样做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眼前的利益是什么 终究必来的报应是什么 你自己是清楚的 因为神在最初的起先 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神在创造我们每个人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放到安置在我们的心里了 那神就已经把这些安置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常说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吗 不是说 就是说人有良知啊 良能啊 是吧 你这个良知良能哪来的呀 是吧 天上掉下来的吗 对不对啊 但是说你在人在成长的过程中 有的人啊 始终在神的左右 是吧 或始终向着标杆直跑 而有的人越走离神越远 越走越背离神 这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了 所以我们看下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你看神对法老 多次出现那个词 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是吧 什么叫使法老的心刚硬 就是听凭他的心刚硬 刚硬是法老自己的选择 但是每一次神都派摩西去告诉法老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 给你警醒了 是吧 给你机会了 可是你自己选择 可是你自己选择刚硬 那就听凭你的刚硬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很多地方啊 在在读圣经的时候啊 这个理解啊 然后去认识圣经中这一个一个人的 他们的行为 以及所带来的后果的时候 要回到这个啊 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 赋予人的这种自由意志 自由选择 以及呢 你要为你自己的言行 承担后果 是吧 这个是公正的 是正义的 OK 我们看啊 那么然后呢 这个大魏呢 就让约压和跟随他的众人啊 说要撕裂衣服 妖术麻布 在压尼尔关墙 哀哭 大魏王也跟在关后 就是举国呢 为压尼尔来这个 来这个举丧 是吧 那么也就是我们看的 大魏呢 他咒走了约压 然后他勒令约压呢 这个为这个压尼尔扶丧 但是他没有进行其他的惩罚 他也没有说 你杀了人 流了人的血 那我就要把你杀掉 是吧 他没有 他也没有说 我要免去你的这个 这个元帅的职务 他也没有 为什么 我们往后看 我们将压 他们将压尼尔葬在西伯伦 王在压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 众民也都哭了 王为压尼尔举哀 说 压尼尔何竟向鱼丸人死呢 你手未曾捆绑 脚未曾锁住 你死 如人死在罪孽之背手下一样 于是众民又为压尼尔爱哭 日头未落的时候 众民来劝大魏吃饭 但大魏其实说 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 或吃别物 愿神重重的降伐于我 众民知道了 就都喜悦 凡亡所行的 众民无物喜悦 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亚尼尔的儿子杀尼尔的儿子 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毅 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那个戏剧化 有吗 如果你有那种觉得有点戏剧化 就你的直觉让你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头的地方 那说明你的这个直觉还是挺准的 如果你觉得有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说为什么大魏王为这个亚尼尔这么悲痛呢 他们俩感情特别好吗 如果你要是有这种想法呢 这也是一个挺好的这个疑问 就是呢 提问题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方式 就是疑似之知识嘛 当你提问题的时候有一些疑惑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寻找答案 然后呢 就会打开很多那个新的这个这个认知的这个大门 但是有一点啊 大家要注意 特别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那其实我们读其他的这个经典也是这样啊 就当你有了疑问 然后你去向寻找答案的时候呢 你不要从你自己的这个主观意识里边 去胡思乱想 就是脑洞大开 是吧 然后呢 各种各种这个有的没的就脑补一通啊 那样的话就容易呢 就是曲解文艺了 那我们看现在啊 首先啊 我们来解决啊 就是说大魏和亚尼尔两个人是感情特别好吗 关系特别好吗 也就是说我们要自然的当产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一下 大魏枯扫罗和大魏枯约拿丹 与大魏枯亚尼尔 一样不一样 回想一下我们前面讲过啊 就是大魏枯扫罗和枯约拿丹的时候 你想一想 当你在读这个大魏枯扫罗枯约拿丹的时候 你曾经产生过困惑 大魏为什么枯扫罗 难道不应该高兴吗 是吧但是我们当时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你不会怀疑大魏为什么枯约拿丹 对不对啊 因为他们两个啊 是这个 结过约结过蒙的好弟兄 是吧 彼此相爱 那么约拿丹爱大魏超过爱他自己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大魏枯亚尼尔 那想一想 大魏枯亚尼尔跟他枯扫罗一样吗 很明显不一样 是吧 因为亚尼尔并不是神所高丽的什么什么 对不对 他虽然相当于是现在的以色列的王了 但是他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 只能说说是冲 是一个权臣 对不对啊 他携天子以令诸侯 对不对啊 是个霸主啊 那么他所做的那一切不是顺应神的旨意的 他是被你神的旨意 按照神的旨意应该是大魏做王 那么从这个角度 难道大魏不知道亚尼尔在做什么吗 以大魏的政治才干 以大魏的聪慧 大魏怎么不知道 亚尼尔当初为什么要立伊士博社 是吧 亚尼尔现在为什么又要来和他节约 大魏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大魏当然知道 亚尼尔此前是他的政敌 是吧 现在呢 只不过是来跟他 跟他进行利益交换的 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特点 那个亚马利的年轻人 也来跟大魏进行利益交换 但是大魏就把他杀了 是吧 这个亚尼尔也来跟大魏进行利益交换 但是大魏呢 却和他节约 还有想方设法 让他平平安安的回去 然后结果路上出了意外 还要为他举国发丧 所以我们看大魏公正吗 大魏其实不公正 是吧 为什么他可以杀掉那个亚马利人少年呢 他亚马利人啊 是吧 而且他无权无实 是吧 无名 杀了他只能显出他的公义来 是吧 可是呢 亚尼尔呢 亚尼尔这是权亲一方啊 是以色列那十一个支派的实际上的霸主啊 跟他节约有多么大的利益啊 可是他死了呢 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损害啊 所以你看在这里 大魏其实并不是出于公义 在亚尼尔 同样他是出于感情吗 他跟他有什么感情 对吧 就算是以前曾经一同在扫罗呢 这个这个殿上做官 他们肯定也不属于呢 这个这个盟友 为什么呀 那肯定是亚尼尔是扫罗的这个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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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家的 亲戚 是吧 大魏呢 是扫罗的女儿的这个啊 丈夫 所以说他们实际上在当时应该是属于两股不同的政治势力 应该是按照我们常识来想 亚尼尔应该是会嫉妒大魏的 对不对 因为大魏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削弱 亚尼尔在扫罗的朝廷中的这个权势的 那所以大魏被驱逐呢 亚尼尔啊 肯定是高兴的 暗爽 是不是 所以他们两个人也不可能之前有过什么 这个啊 像大魏和这个约拿丹那样的友谊 再说了 如果要有的话 如果要有的话 圣经里会记载 是吧 再有如果要有的话 在扫罗死后 亚尼尔也不会再另立一个王 是吧 也不会再阻止那些以色列各支派想让大魏去做他们的王的 阻止他们 别人 我们还是在一起是吧 所以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感情 也没有这样的关系 那你就知道 大魏哭 亚尼尔在亚尼尔的木旁放声大哭 是哭给谁看的 哭给神看的吗 不是 哭给谁看的 看这段文字里边有好多地方 你看说王在亚尼尔的木旁放声而哭 然后下面就说众民也都哭了 然后你看 大魏为亚尼尔举哀 说何见向予完人死呢 你手未曾捆绑 脚未曾锁住 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 手下一样 看 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 你看每一次都 你就要注意这文本的分析 文本的分析特别重要 所以说大魏的每一次的哭 放声而哭 为他举哀 这个表示这种痛 悲痛 结果都是众民也都哭了 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 所以大魏是哭给 哭给众民看的 那么仅仅是哭给这个大魏的国 西波伦这边 是吧 犹大这边的这个犹大众民看的吗 不 我们再看 日头未落的时候 众民来劝大魏吃饭 说大魏一天没吃东西啊 大魏其实说 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 或吃别物 愿神重重的降伐于我 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 凡亡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 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 沙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亡义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不禁笑 不禁你 你应该也像我一样笑了吧 是吧 为什么呀 大魏是个演员 这个可以拿奥斯卡讲了 影帝啊 是吧 他们真的是个影帝啊 那就说 前面放声而哭 为他举哀 现在不吃东西 指天发誓 是吧 以神的名来发誓 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 愿神重重的降伐于我 这是 进食 进给神的吗 你看 看结果 这里根本就没有 这个写圣经的啊 在这里写 你看 除了在大魏的口中说到神之外 其他地方没有提到神的 所以大魏 以神的名义发这个事啊 然后以神的名义来为这个亚尼尔来进食举哀呀 他是做给人看的 所以你看 哎 他进食啊 他举哀 众民知道了 就都喜悦 凡亡所行的众民 无不喜悦 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 以色列众民 以色列众民就是指的什么 就是指的 伊什波社那边 另外的那十一个支牌 是以色列众民 这边大魏这边的是犹大 是犹大国 犹大民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 大魏做这些事情是为了 讨人的喜悦 他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 他是为了讨人的喜悦 他为什么要讨人的喜悦呢 他为了在人面前要显出 他的 他的义 他的善 他的爱 所以人很容易啊 就是那在这里呢 我们完全可以用一个 很准确的词来形容大魏 大魏呢 八个字啊 一个是假冒为善 还有一个字是 忘成神明 即使啊 和神心意如大魏 你看 当他的肉体软弱了 他也会成为一个影帝 变成一个一心 想方设法 去讨人的喜悦的 三流的演员 演得很像啊 连他自己都相信了 众民呢 跟着他哭 为他而喜悦 知道呢 并非出于他意 所有这些 都是他精湛的演技的后果 我们甚至都可以 都可以 去想一想 难道大魏 就想不到 约压 会再去追上 雅尼尔 然后把雅尼尔杀掉吗 那么如果大魏 想到了 可是当约压 回来之后 进宫责备了他之后 大魏却什么事都没有做 那么 雅尼尔的死 难道真的跟大魏就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吗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大魏心里 真的就不希望 约压杀掉雅尼尔吗 是吧 换句话说 为什么大魏不让雅尼尔 走得更早一点呢 换句话说 大魏为什么不派人 护送雅尼尔出境呢 换句话说 大魏为什么当约压 回来之后 进宫责备他 然后怒气冲冲的走了之后 不派人去 守住约压呢 是吧 所以 这里都有可疑之处吧 是吧 那就是他表现的悲痛越强烈 嗯 他的悲痛 就越可疑 所以呢 我们 读中国的这个古代的历史 不是经常读到这样的历史吗 就是 借刀杀人 是吧 还有 刘备摔孩子 刁买人心 是吧 我们会发现啊 原来大魏 大魏也干过这事 是吧 嗯 干过 还是干过不少呢 是吧 你想想他前面在这个 这个这个 菲利士地啊 这个雅籍寄居的时候 是吧 他说话做事 滴水不漏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看 结尾哈 第三章的结尾 王对陈朴说 你们岂不知 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 我虽然受高为王 今日还是软弱 这习鲁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 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 我不知道大家呢 在你读这个大魏和陈朴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有人挺同情大魏的 就说哎呀 怪不得大魏不惩罚这个约压呢 是吧 原来呢 这个他现在需要倚仗那个约压的 约压兄弟俩 他离不开他们 是吧 所以呢 虽然他做了王了 但是呢 他还是weak 是吧 我们看英文是I'm weak 这个习鲁亚的两个儿子 I'm too strong for me 是吧 所以呢 我就不能惩罚他们了 那这个自有耶和华会惩罚他们 耶和华会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们 所以呢 我们看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哎呀 原来大魏王这个时候也有他这个不得已的不得已的时候啊 他被这个约压啊 这个亚比筛啊 两兄弟所控制了原来是吧 原来大魏也变成傀儡了吗 怎么可能 是吧 怎么可能 你要知道大魏这个时候年轻最壮啊 这个时候大魏还不到40岁 还不到40多岁 这个时候大魏30多岁啊 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啊 这个大魏啊 都是有绝对的啊 这个权力 绝对的控制权的 无论是他的体力 他的智力 还是他的啊 这个威望 是吧 所以说那个 他和这个约压和亚比筛的关系 和这个啊 这个伊士波社和这个鸭女的关系 这个是完全是不对不一样的 是不不能这个同人而语 不能相提并论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那个伊士波社 他 他呢 他有什么这个这个本事啊 是吧 你看我们在这个圣经前面 根本就没有记载过伊士波社 是吧 我们之前压根都不知道 有那么个伊士波社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大卫 在这里 对陈仆们所说的这些话 其实呢 是 影帝的另一场表演 他呢 当然不会 因为亚尼尔 而杀掉 约压和亚比筛 为什么 他 以色列国还没有建起来呢 是吧 他 如果把 这个约压和亚比筛 杀掉 那么他现在 怎么可能 自损自己的大将呢 是吧 而且据我们前面的分析 亚尼尔的死大 为难到心里 真的不希望他死掉吗 是吧 他跟他如果递了约 结了盟 然后呢 众以色列 在亚尼尔的率领下 然后跟他 归到他这里 然后他就得给这个亚尼尔个 要跟约压 亚比筛他们分庭抗礼 是吧 那么到时候 归顺过来的那 以色列十一个支派 到底是听命于大卫呢 还是听命于亚尼尔呢 是不是 同样 大家想一想 约压和亚比筛要杀掉亚尼尔 难道也仅仅是 出于要为他们的弟弟 亚撒黑报仇吗 难道不也是因为 他们感受到 如果亚尼尔要是被大卫 任用了 率领着以色列十一个支派 来投奔大卫 那么将来 大卫 会不会 更加器重亚尼尔 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两兄弟 在朝中的位置 是吧 那么至于对于大卫来讲 是吧 那么亚尼尔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你前面有 邪天子以令中吼 把这个衣食波涉当作傀儡 那难道你率领着十一个以色列支派来 投奔我 将来有一天 你不会也成为 把我当作另外一个衣食波涉吗 对不对 有这个隐患呢 是吧 有这个隐患呢 所以大卫才会放任约亚和这个亚比塞去杀掉亚尼尔 但是又不是他杀的 是吧 这个罪又不会归到他的头上 你们觉得我这个分析合情合理吗 是吧 这个是公斗啊 是权 这个这个权力的这种互相的倾压呀 所以说大卫根本不会惩罚约亚和亚比塞的 可是如果大卫不惩罚约亚和亚比塞 那么他又怎么交代呢 你不是王子犯法要与庶民同罪吗 是吧 又明明又知道约亚和亚比塞是犯了流人血的罪 你既不杀他们也不罢免他们是吧 你怎么交代呢 你跟其他的臣仆怎么交代呢 所以你看大卫跟臣仆们说 是吧 他跟臣仆们说 他他就表示什么 他在臣仆们面前示弱 是吧 我虽然受高为王 今日还是坏弱 我不惩罚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呢 too strong for me 然后 远依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 报应他们 我咒诅他们了 我把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呀 是吧 交给神了 又一次 忘成神的名 其实掩盖了他自己的小算盘 感慨呀 沉默呀 是吧 大卫 原来你是这样的大卫呀 原来 原来这个曹操干的事 刘备干的事 是吧 你都看过呀 是啊 都是人 大卫也是人 曹操也是人 刘备也是人 你也是人 我也是人 是吧 所以我们可能每个人难免都会做 自以为义 假冒为善 难免我们都会动不动就会忘成神明 我们明明我们恨一个人 我们却说是神恨他 明明我们想让一个人遭受报应 我们却说神一定会报应他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所以啊 我们现在 我们要我们要经常的经常的要要要要 要检讨自己 要反省自己 所以我们必须要每天读圣经啊 每日亲近神 然后每一天让我们的老我死掉一点点 每一天反省自己 我今天是不是又犯罪了 是吧 就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也经常我们只讨神的喜悦 只想让人让别的 我们是不是没有做到只讨神的喜悦 而是讨人的喜悦 每天总是想着 如果有人夸败我们 如果有人说 哎呀你真是个好人 哎呀你真是太善良了 哎你真是太高尚了 哎你真是太勤奋了 哎你真是太正直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美 然后我们就会表现的更加的看起来高尚 正直善良勇敢 我们会更重视人的评价 更更重注重讨人的喜悦 追随我们的人越多 我们就觉得我们越有力量啊 我们我们越被祝福 有的时候可能人的喜悦恰好 是神的所物 有的时候人的憎悦恰好是神的喜悦 我们一定呢要 以大魏 今日的表演 作为 我们生活中的镜子 经常的看一看啊 就是像大魏都 何况我们呢 是吧 千万不要总是存着那种 我们要做圣人 我们要做做这个啊 做这个最好的人 是吧 哎 做完美的人 然后说哎呀我今天又成圣了 我今天又完美了 我今天比别人又怎么怎么样了 不要跟别人比 跟你自己比 跟你那个真实的自己比 如果要跟别人比 多比一比败坏 是吧 比败坏的时候 我们呢就是啊 见闲 而思其焰 见不闲 而内自行 不要总是说 哎 我比他好多了 哎呀 我真比他强多了 是吧 而是多多想想 哎呀我怎么竟然和他一样 哎呀竟然我也有这种想法 我有这种作为 我千万千万的不要改正 是吧 哎 或者说哎呀 他真的是比我要 要属灵多了 他比我要真诚的多 他比我要真实的多 我要向他学习 OK 只有这样啊 才能够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是若瑟石镜霞 今天是2022年9月19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今天呢 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安葬的日子啊 我呢 结束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就要去看一下 那个国葬的那个典礼啊 也许一会儿呢 我会录一个视频 谈一谈 也许会啊 大家关注我的节目啊 如果会的话 就会有更新 那么今天的经典经毒呢 有可能还会停更一天啊 因为我的这个喉咙 还是不太好 而且我今天 这个中午的时候 还有一个牙医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约定啊 然后看完牙医之后 可能很有可能 喉咙会更难受啊 看情况啊 如果我要更新的话 你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有更新的话会通知你 那样您就不会错过 什么首映直播呀 还有新的节目啊 就不会错过了 当然呢 更希望大家加入我的会员 加入的会员 会员里边有更系统啊 更深刻啊 更丰美的节目 而且呢 我从从下周吧 从下周开始啊 就是我会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是专门录制一些 只针对会员的这个节目 那么也就是说 比较私密的 我不想公开的和和人们讨论 就是只想和一小小小部分人讨论的 我会专门录一些啊 这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比较敏感的话题啊 然后或者是我个人 比较个人的话题 想跟呢 就是一小部分人分享的啊 就是我会录到会员频道里 也欢迎大家加入的会员 OK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评论点赞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介给更多的人 阿们